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澳洲央行自今年6月份以来第二次 也就是说连续两个月动手对澳元进行了降息 但是股市和汇市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澳洲股市轻微上涨大约是0.1% 澳元虽然在降息的当时有20点的下降 但是在美股时间段之内已经全部恢复 那么在中国方面 昨天上海和深圳基本保持原地不变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的上下的变化 均为0.1% 欧美股市在昨天继续上涨 其中英法德平均涨幅从0.1%至0.7%不等 美国三大指数中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道琼斯指数目前一举是爬上26730点的高位 虽然涨幅只有0.2% 但是也是刷下了最新的记录 另外标普大盘以及纳斯达克科技指数 也同样出现上涨 股市意外地区的黄金价格在股市上涨的背景之下 并没有出现大跌 相反又回至1429美元附近 另外比特币价格在昨天一度是跌破了1万美元大关 但是在美盘时间要又爬回至10500美元 那么在今天这段话题中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澳洲降息的事 我们知道澳元其实在6月份已经有过一次降息 那我在上周五的节目中跟大家说到 在G20峰会召开之前 当时市场对于本周是否能降息的判断大约是70% 那我说到如果G20峰会结果好 有可能降息会延缓一个月进行 但是没想到在昨天周二下午2点半 澳洲央行再次动手对于澳元进行了降息 这说明现在我们知道 澳洲央行是非常急迫地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给出最大的刺激力度 使得经济能够快速恢复 正像我们上周说到的 这个降息就好比我们生病吃药 你不可能只吃早上的药 然后就停了 最少也得吃到病好 甚至于还得巩固一下 所以降息绝对是不可能只有一次 但是这次我们也是没有想到它是连续进行了降息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重病需要重症药 也就是说病太重的话 有的时候药也得下的猛 这一次连续降息 毫无疑问就是一次猛要 那澳洲央行的这个行为也是希望未来能够提高澳洲的经济 同时降低现在的失业率 从经济数据来看 我们也知道澳洲现在的经济数据并不是特别乐观 是远远低于了2.5%到3%的预期 虽说它是在增长 但是这个力度正在不断削弱 所以澳洲央行是提前看到了这个情况 果断的实施了降息 我们知道现在虽然说经济说差差差 但至少还在增长 那如果真的到了经济是衰退 负增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靠降息能够救的回来了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澳洲央行也说到 这一次再一次的降息将有可能会帮助劳动力市场的恢复 同时能够释放一大笔闲置资金 特别是对于现在家庭已有房贷的这些普通家庭来说 降低房贷的利率也就意味着 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能够获得提高 潜在的这些钱可能会被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来促进经济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要知道的是 有一点 也许现在澳洲经济的增长没有达到目标 也许失业率没有达到目标 但是澳洲央行的降息将会直接刺激到股市的上涨 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充分验证到了这一点 当时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股从低点连涨了2.5倍 所以如果您错过了上半年这一波行情的话 在下半年澳洲连续降息 并且在未来六个月中至少还会降一次息的背景之下 我们相信股市将会有更加不错的表现 那么第二个问题 最近包括我和Jack 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电话 我们知道有一些澳洲股票 比如说之前我们重点提到的Afterpay 最近几天是上窜下跳 涨涨得很多 跌也跌得很多 所以有一些第一次购买股票的朋友们 心里有一些忧虑 给我们来电说到 当他看到手机上 当时亏损的数字在不断跳动的时候 他是心惊肉跳 感觉上饭也吃不下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觉得非常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朋友客户的背景情况 实际上虽然他有一些小亏损 但是这几百澳元对他的总资金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我们跟他说 您平时跟朋友吃顿饭 就算不吃龙虾吃条鱼的价格 也比您这亏损要多 为什么这点亏损会让您心惊肉跳呢 他说到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投资 之前不知道 那么现在可能之前是几周 或者是几个月才看一下 比如说投到基金里面的项目 收益情况 而现在投资股票之后 可以在手机上是实时查看到 当时的盈利 因此这个数字的上窜下跳 让他非常的紧张 其实大家也不必过于紧张 其实这一步 是我们所有投资者都会经历的 只是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 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们说几十澳元 一点事也没有 几百澳元稍稍有些紧张 但是如果您的亏损当时在几千澳元来说 那估计您上班 估计要五分钟都会看一次手机 但实际上呢 其实我们在投资之前 的确是要三思而行 要考虑大环境 要考虑各股行情 但是一旦我们做出决定之后 其实我们要坚定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们设定好最差的可能性 比如说亏损百分之二十 甚至于百分之三十 我就平仓割肉 在没有达到这个最坏情况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选择 就像现在的大环境 G20中美之间并没有继续打贸易战 包括澳洲在连续降息 这些都是一些利好的刺激因素 我们相信在下半年 澳洲的股市会有比现在更加不错的表现 所以像这些大背景是好的情况之下 那么一两天的下跌 如果这个公司本身没有出现什么恶化 或者本质的改变 那我们相信这肯定只是一个短期行为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如果您是第一次接触我们 如果您购买的是澳洲顶尖的蓝筹股 大盘股 那么在下半年经济持续刺激降息的背景之下 我相信您将会遇到有不错的收益 以上是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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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